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現在要標局了 他说需要一匹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剩這一間 剛剛進去過這裡 楊康 你沒事吧 妹子 穆姑娘 我跟康帝已是結拜兄弟了 真的嗎 妹子 是真的 我們正要去燕京殺完顏弘烈 去燕京 那我聽說完顏弘烈他人 現在不在燕京啊 真的 那這傢伙在哪裡啊 要是容兒在就好了 大哥 我記得我出燕京前 他曾經說過 有可能去杭州一趟 我們去杭州找那個混蛋 郭大哥 我跟你們一塊去好嗎 我也想回去看看 妹子 是真的嗎 那我們就一起上路吧 容兒不知道怎麼樣了 找到容兒之後 再一起去杭州 殺完顏弘烈也不遲啊 康帝 我想到處找找容兒 再去杭州跟你們會合 對了 怎麼不見黃姑娘呢 那我們先啟程了 你一路小心 等一下 郭大哥 你一路小心呢 你一路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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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你一路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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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花 留水 還真是曲的 真是水翼 前面有一個 前幾天晚上 大小姐也在房裡準備歇息 突然 一個男人帶著幾個 穿著白衣服的女人 衝了進來 一下子就把大小姐帶走了 白衣女子 大俠 你千萬要捉住那個銀賊 救出我們大小姐啊 好 這樣的話可能會遭遇到 多陽風吧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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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仔 大小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怎么没见那位漂亮的小姑娘呢 是不是她不要你了 你这瘾贼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我的事 如果她失踪了 我得赶快去把我的媳妇找回来 你胡说 若儿怎么会是你的 现在不是 等我上到她家 求她爹把她许配给我 不就是我的媳妇了吗 上 我叫醒叫醒小子 一次打三个 你别想逃 你别想逃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连三下都被压制 我连三下都被压制 刘伯云剣 油心剑 赌菜 油心剑 嗨! 哈嘍! 被圍歐 被圍歐啊 我打他們超癢的 6滴 還好我夠硬 輕功啊 很癢啊 這只有一招 然後傷害蠻低的 你別想逃 你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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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揚紫磚克恩歐陽鋒 一揚紫磚克恩歐陽鋒 試試看 希望他們不要放輕功就好了 黃龍被那個 被他爸爸那個氣中 因為黃藥師進來就直接說要殺掉佳能吃一塊真國晉 然後黃龍就直接跑掉了 你這混蛋 你這混蛋 別想走 你這混蛋 你這混蛋 你想回護內功 你別想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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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混蛋 三滴 你別想逃 你別想逃 好 解決一個 你這混蛋 白衣雷浪費 你別想逃 以為一種規矩 你別跑 成功 盜取失敗 啊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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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你武功不錯 來 再說說我那未來的媳婦 你這鷹賊 你給我住口 我查了很久了 原來那小姑娘是桃花島主黃耀石的女兒 所以我正打算過兩天上桃花島去求親 少做夢 柔兒不會嫁你的 再說桃花島主若知道你的惡行 也絕會把柔兒許給你的 他 我替這姑娘討不公道 小子 你要跟我比還差遠了 公子爺今天沒空陪你玩 老子要去找那個小媳婦 這女人就送給你吧 告辭了 歐陽克他那個臉真的很猥瑣 你不要緊吧 多虧你在關鍵時刻救了我 我才能逃出那淫賊的魔獸 我不知道怎麼感謝你才好 不用了 你還是快點回家去吧 你家人在擔心你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谢谢你 结果不是什么样的好东西 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应该是要去杭州了 其实这个游戏也可以做成重制版的 然后再给他加那个游戏提示就可以了 现在武侠游戏好像也不多 大概就先见七霞算吧 古剑西坦 少爷不见了 刚刚是千金大小姐不见 现在和少爷不见 现在和少爷不见 那么她不见了 在海中的一天 茵茵 你们不是跟荣儿在一起吗 难道荣儿就在附近 荣儿 有信 静哥哥 你在哪里 荣儿很想念你 我还是被爹找到了 就跟着爹回桃花岛去了 你不用担心 你要不要来桃花岛 这里很漂亮 荣儿在这等你 你万事小心 荣儿 原来荣儿在桃花岛 对 去桃花岛找荣儿 音音 海海 帮我把这信带给我妈 还有华正 向他们问好 谢谢 船主 小兄弟 是你呀 有什么事吗 我刚到标局去 总标头就算会找不到孩子的着急 想来问问船主 你有没有见过他 另外 我有事想拜托船主 你别上船 他 他不在我船上 船主 你 这不就是那个找五木屋一书的 师兄快把他杀了 谢我前日之耻 还算是人 还算是人吗 居然每次都欺负小孩子 你这小子好大的口气 你杀大爷难道还怕你这小子不成 等等 先把他放了 还跟我讲条件 这不求饶 大爷手下可就不留情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你了 哎 看我的厉害 哇 好痛啊 没本事就别出来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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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不得无力 你给我站住 吉っ 轻功内功具 外奔 还准цен下王满草 也跑 getting 啦 闪 力 未攻 輕攻 這次我在賭他 他是輕攻 你沒守規矩 許領埋人 Say goodbye 再來一次 一開始 一開始他就輕攻 再來是內攻 外攻 你又混蛋 判官雙筆 你別笑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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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 你又混蛋 別笑逃 哇 輸了 別想逃 先把血給掉 接下來的我就不記得了 應該有可能是輕功 我既然會輕功 以明手規矩 妙手空空 不要殺我 還有這招 輕功 有可能是外攻 啊 猜輸了 流星劍 找死了 你別想走 你這混蛋 我不能死 流星劍 你 找死吧 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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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守規矩 沒本事 你別出來獻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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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想走 我就知道 他應該還會再放一次 接下來他剛剛連續兩次輕功 猜他接下來一定就是 反正就是內功跟外功 輸了 別想逃 風雲換日 不多無力 你給我站住 你沒守規矩 月女劍法 我這瘋狂用月女劍法 你別想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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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下去 下去 嘿 喔 好痛啊 燕子出頭 大家都沒使用藥品一看 身上也沒東西 而且他也不敢使用輕弓 他使用輕弓就輸了 馬上就用 打火連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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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幾天不見 悟空居然這般精進 佩服 佩服 現在說這些 已經來不及了 上次我已經放過你 我說過這次不會饒你的 不要啊 大強 饒我一命吧 我可以不殺你們 但是你們一定要發誓 從此退出江湖 行行行 大爺您說了算 我們從此退出江湖 是是是 你們馬上滾 我不想再見到你們 小朋友 你還好吧 不怕不怕 他們已經走了 不會再來了 大哥哥 謝謝你 又是你救了我 真是太謝謝你了 我回家去找我爹 我還會跟我爹說 這次還是大哥哥你救了我 船主 你沒事吧 他們有沒有對你怎麼樣 沒什麼大礙 小兄弟不理操心 你剛剛說有事找 什麼事啊 我想去桃花島 你能帶我去嗎 桃花島 好 我不怕 船主 你帶我去吧 我要去那裡找人 好吧 上船吧 你跟江南奇怪的配音是不是同一個 柔兒 我馬上就能見到你了 第三 這是第三章吧 第四章 啊 要背那樣東西齁 怎么全都是桃花 所以叫桃花岛啊 国际 桃花岛没桃花 看来这就是容额说的桃花岛吧 这些花真好看 这桃花岛果然像容额所说的一样 真是漂亮 船主 谢谢 有了 找个高点地方上去看看 或许能见到容额的家 音质908 音质909 我们使对方的攻击力变成0 音质909 应该是容额母亲的石坟了 容额从小就没了母亲 真是可怜 音质909 音质909 音质90 音质90 先是啤啤 参加鱼 拖沙 参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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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销声怎么这么好听 好像是催人起舞似的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到面喉耳赤 百脉奔章 对了 我得由马道长交给我的内功 定下心来 这销声很像女孩子在叹息 深吟的感觉 我要出动了 不行啊 我要出动了 刚才这个人的姿势 跟马道长教我修炼内功的姿势很相同啊 他既然会在玄门正宗的上层内功 为何对这销声如此害怕 看他这样子怪可怜的 算了 不能等了 小畜生 坏我大师 声音很像荣儿他爹 我会不会是救了个坏蛋 又有荣儿他爹生气 这就不妙了 我听荣儿说过 他爹关注了一个人 会不会就是他 你是全真教谁的门下啊 看他这人挺好的 应该没有救错人吧 弟子的树叶恩师 那是江南七侠 江南七侠 他怎么会传你全真派的内功 马道长也传过弟子一些内功 不过未曾令弟子列入全真派的门下 原来如此 难怪你会全真教的内功了 另外还是有谁传过你武功 北盖洪恩师 洪七功也传过你武功 是不是降龙十八掌 是 那他有没有传过你内功 没有 看他小小年纪 就算打他在娘胎里面开始练功 也不过十八九年的导航 怎么他能抵挡销伤 而我不能 不可能 来 你在我身上退下 我试试你的功夫 如何 你能抵挡销伤 我 你能抵挡销伤 你能抵挡销伤 这黄老邪的碧海潮声曲 就对他不起作用 原来 那前辈子 那前辈子 不是全真派门下 也就不用叫什么前辈不前辈的 就叫我周伯通好了 我周伯通了 弟子怎么敢 怎么了 不用害怕 只是山洞的门被关上而已 山洞的门被关上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我们被关在里面了 不用担心 早晚一次都有人送饭菜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用担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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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